大家好 歡迎收看看中國星期日晚的九點鐘 我們連線了石海哥 石海哥 你好 你好 你好Lucy 和看中國的大家朋友 大家好 今天大家最關心的就是這個所謂的大小選舉 母親節啊 不是啊 我最關心的是母親節 先說大家母親節快樂 大家母親節快樂 老實說 一說母親節就是這個傳統的孝心 孝心其實有隊隊的 Lucy 知道嗎? 有隊隊就考一下大家 我們說得輕鬆一點 不要那麼重要的那些不等的東西 已經預先知道賽果的六合賽是沒有人會投注的 OK 這隊是怎樣呢? 你應該聽過了 百行什麼維先? 百行孝維先 就是孝順維先 百行孝維先 但是呢 這個東西在中國人的心裏面是說什麼? 百行孝維先 但是呢 就論心就不論事 論事就憑家無孝子 這個東西為什麼呢? 就是這個上戀來的 他說什麼呢? 百行當然是孝先的啦 但是呢 心到就可以了 不要論事 譬如說有錢人 因為Lucy 有錢的那些 哇 一到母親就好 平時就好 煮些燕窩 燉些燕窩給媽媽 媽媽當然開心啦 這樣就孝順維 但是 有些貧富人家 買不起燕窩的 三餐不計的 這樣 她買不起燕窩的 只是買一口粥水 很稀的粥水餵媽媽 這個是不是不孝順呢? 又不是的喔 心到就可以了 不要看這件事 知道嗎? 所以說百行孝維先 論心就不論事 論事呢 就憑家無孝子 真是窮人 不用孝子 那麼萬惡是什麼? 萬惡淫為首啊 萬惡淫為首 這個東西剛剛反過來 論事就不論心 什麼叫萬惡淫為首呢? 論事就不論心 就是說要看一下這個人會做什麼事情 只要去想一件事 有一個淫念出來的 那就怪責她 就不要 論事不論心 論事就千古無原人 事實是喔 譬如說在街邊 逛街見到一個美女 看著阿謝哥有時候都眼多多 看著眼啊 想口下發心悠悠 想撩人啊 難道這樣我就叫做 買開人迷手啊 這個不要得什麼 又不是的 好老實講 走過這個美女 瞎一瞎一眼 不是那麼緊要而已 是吧? 但是呢 就不可以越過那條界線 不可以越過那條界線 就正如我整天掛在嘴邊一句說話 就是說 那位小姐 美女 穿一條迷你裙 就不等於你合法強姦 強姦就是強姦 這個是罪惡 嚴重罪惡 我們今天講這隊隊出來 這隊其實是在東北一間城隍廟的一隊隊來的 這個是在清朝的時候一個舉人去寫的這隊隊 剛才是母親節啊 希望大家孝子啊孝女啊 跟媽媽慶祝 因為媽媽始終就是 現在這幾年呢 台灣就很矯情 很流行一種叫做什麼呢? 母親日 媽媽生日那個叫做母親日 自己生日那個叫做母親日 媽媽受懶了 生日很痛苦啊 母親日 這些我覺得是矯情的 生日很開心的 何必要講的難事呢? 好像今天母親節這樣 香港人餓了這麼久了 瘋了這麼久了 哇 帶魚帶魚 為媽媽也好啊 媽媽有時候是淋籌的 但是你只是做了人的媽媽 你就知道為什麼這麼深理了 就是做了人的父母你就知道 就是那種緊張呢 年輕人永遠不會明白的 到你去到那個階段的話就明白 就是為什麼會這麼緊張? 就是有 有一天母親節就盡量照顧老人家 哄下媽媽開心 因為無論你個人多大 到八九十七百六十十歲都好 你在媽媽的心中你永遠都是十幾年 年輕人來的 永遠都是這樣 所以你不要嚴謹吵 也老實說能夠侍奉的就真的能夠侍奉 就是多一點陪媽媽媽啊 就是有時候正如我剛開始所說的 你媽媽不再扶你包心刺肚請她吃飯 你誠心誠意煮一口稀粥給你媽媽吃 你媽媽都很感動的 我是相信這件事 就是論心不論事 你記住這句什麼話就可以了 言歸正傳 大家 我真的不希望觀眾說 我們等了很久這個特首選舉 我們出資等了 李家超當選了 聽到細哥由之中 我都說這個特首選舉是無懸念的 結果出來 一如我一早說一定過千票的啦 一定高票當選的啦 如果不高票 這樣的完善選舉制度 完全受操控的情況之下 你都拿不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話 那你應該好死啦 結果 她計算的投票率 很大很好笑的 我會覺得原本一千五百個選委 那董事先張揚 不能去投票啦 我想她就快就這樣先的啦 那差不多啦 我想香港人都很安心看著她去的 她的歷史事務已經完成啦 害就害夠啦 幫就幫夠啦 老人家這樣躺在這裏 我就不去就去啦 那她做多少好事 壞壞事 就是要受一下的 是不是呢 那 除了董事還有三十幾個在外國 或者在大陸呢 因為受到封城限制 可能來不了香港投票 但是真的出席投票呢 就有一千四百六十幾人 李家超得票率是一四一六 他計出來那個 得票率 就是當選得票率 百分之九十九點二 好像 好像好像 我忘了 好像是這個 Anyway 相當高啦 但問題是有八票投反對票嘛 那八票 是不是違反了國安法呢 是不是要查呢 哪有敢投反對票 他不聽中央說 中央已經有陰點出來投票的 又或者另一個角度 會不會中央說 不要做這個 那有幾個了 一二三四五 如果不是說 主一 主二 主三 主四 主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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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到 主八個就行了 八個 你八個投 投反對票啦 可能是這樣 可能是這樣 Anyway 都比這個 我們朝鮮民主 人民民主共和國 金將軍呢 是少 金將軍得票率是百分之九點九百 那0.02%呢 是拿去偉九 卷決了 人家是做到這樣 才是體現了這個計劃 指導式民主的嘛 就是我們東升西降的情況之下 所以就是這樣的情況出現 那他一当选就立刻失言啦,就是松无松异,太开心 有很多人执着他那句啦,今天我看在网上有很多好笑 又说,哎,你干嘛,多谢香港这个国家 好恶香港这个国家,哇,李家超你公然搞港独? 香港不是国家来的嘛,这个是摆明的失言啦 我会觉得这个李家超当选了之后,我会用另一种心态去看他 看他就是什么呢?这个人发觉中文又不行 他后面那些人,包括他自己本人,中文又不行,英文又糟了 现在又容易讲错东西,又发觉多样 就是他松无松异,原来很容易讲错东西 母亲节讲了圣诞节啊,圣诞节啊 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人呢,其实是 我们常常讲的是什么呢? 嘴巴比脑筋快 那个嘴巴都比脑筋快,但是我们是反应快很多嘛 那这个人呢,似乎就是有一些松无松异了 通常来讲,这些人呢,就很容易招致笑料的 所以我们各位关心香港政治的朋友呢,就说 用另外一种心态去看李家超,当是一种喜奇 就是这个人一定会出错的 放心啊,一定这些言语的笑料呢 是不绝于泪,是...啊,真是... 层出不穷,获新潮获获金 不要紧要的,我觉得用这种心态呢,大家就轻松很多嘛 就不用那么沉重了,好像今天说的 哎,23条一定有搞的啦 唉,阿爷怎么得你出来做,就肯定要做这个任务的啦 过去这几个特首,全部一个A字幕不敢去握 因为为什么不敢去握,因为知道会有什么事嘛 但是现在国安大法之下,就是... 国安法,讲回国安法出来之后,就哪有人敢出声啊,是不是呢? 23条过行的 其实香港人现在摆明一个心态就是说 你想怎样就怎样,你喜欢怎样就怎样 就是,今时今日,你叫香港人呢,球连点一个那个年轻人呢 你看不上的,你叫他拖一只牛上去,IFC啊,五十多楼 你拿一杯牛奶给你喝都可以的,没问题的 就是你...power嘛,权力嘛 就是这样用的嘛,是不是呢? 但是你说,是不是这么多人服呢? 是不是呢?口头就个个都会说的 也都必须要说的,也都所谓香港人必须要说的 快点支持李家超,支持! 快点说嘛,说慢点少了,可以回国安法的 是不是呢?支持后面可能还有几个字 支持可以不住嘛,是不是呢? 如果不是,那...可以怎样做呢? 是不是呢? 由李家超这个当选 我们刚才第一个心态讲了 你心态,香港人心态,大家调色一下先 就是当他是一种丑身王 丑身王,不要当是文武生 不要当是正印,不要当是花旦 就当他这个丑身王,这样去看呢 大家轻松很多,大家去... 就是面对未来的政局呢,就... 不用那么辛苦 但是,大家要留意两样东西 第一样,李家超当选 他自己也提出来了 剩下两个月的时间 选人入国是很重要的 就是现在那三四十四局 听说,还要拆多一两个局出来嘛 好奇好,没问题,怎么拆都没问题 什么人去做就有问题了 什么人去做,好像他今天都口声声说 以...目的... 他就是... 以目的为... 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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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首段,是不是 哎呀,iring一下 我都...我没理会那些... 那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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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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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這個康民署這個位置 好像改名康諾及文化清廉事務處之類的 民建聯一定是拿著來做的 民建聯一定是拿著來做的 因為大家知道管社團的支出 經費補助就是這個部門 這個部門當然是肥水不留必人 當然是拿著來做的,這是肥缺來的 就是擠政府水就是來的 這個部門,這個水喉位 民建聯一定是拿著的 我相信這個位置,我剛才提到的三個人 就是張國軍、孟美娟或者郭佩帆 試探一個可能會做到 其他位置,另外一個肥缺是誰呢? 就是房屋 房屋那個大家要留意 這個如果李家超的政綱所說 這個不是他的政綱 其實這個是大陸的想法 北京的想法 為什麼香港這麼多青年人不服 因為沒有辦法安高的落葉 為什麼沒有辦法安高的落葉呢? 就是因為房屋不夠 好了,一發展房屋 大家都知道過去這幾十年的香港 這個都是肥中之肥的缺 就是你可以一些政策 令到地產商傾家蕩 也是令他一夜暴富的 那這些大家侯住了 那這些位置更加上 更何況你要這樣去拼命起樓的話 就牽涉到很大利益的收地問題 那收地問題中間有很多 很容易產生一些利益輸送 那這個位置就很重要了 那究竟是什麼人去做呢? 有沒有能力去做呢? 那大家適合以來去看的 那接下來一些位置就很少了 那你現在有幾個 林鄭、馬房那些什麼 陳國基、聶德權 那我相信沒有什麼機會流下來的 那至於那個政務司長是誰呢? 那前兩天呢 就有一個消息傳了出來 很好笑喔 喂,鄧炳強說他風鋒過路 不要做著 就有一天吹了風出來說 曾國偉可能會去做 江頭曾可能會去做 就是哇 他老婆已經是海關關獎了 這樣一個已經操這個 放棄英式步操 行蹤式步操 就是這樣的奶工 奶工那樣去兩夫妻玩完了 是不是? 那都有可能 我覺得曾國偉去做 適不適合已經是不重要 聽不聽說才是重要 要看有哪幾個會做 就是現在大家拭目以待 就是接下來這兩個月呢 那我相信逐漸會公佈的 那我比較關心的是 就是律政司長是誰去做的 那陳茂波 我會覺得他極有可能留任的 這個人 因為他做這幾年來講 他沒有出過大錯 基本上沒有出過大錯的 那他留任的機會大 那鄭宇華呢 其實 他有問題的 就是很盛傳了 前兩年因為他 2020年的時候 二年頭的時候 不是去到英國 他說 傳說他想不回來 有人劫他回來的話 那可能他做了任務的話 他都以應蘭山 那可能要換他 那至於哪個接律政司長呢 究竟會不會是十一哥湯家驊 或者是執業議員 執業律師 何議員呢 那這些都要看的 那就要看法律制度 還可以壞到點王 對不對 這些位置 就是大陸叫做政法位 這樣 真的要看的 這幾個重要的位置 大家要留意 有幾多民建聯的成績進入 這個局長現在呢 全部的左派人士 公園會 我講得白一點 就是本地的土共 就是個個無力張刀 想坐過去的 能力已經不是問題的了 其實問題就是說 三四十萬一個月 三十幾萬一個月 還沒計其他的 咬人士津貼 那些東西 砍下來 大佬啊 四五十萬 還有那個藥命酬金 哇 做了任的議員 做了李家超 如果做了五年的話 夠了資格的議員 是不是 在佛羅里達 買一家豪華別墅 豪宅都做得了 是不是 安向萬年 是不是 多開心呢 所以個個都爭著做 就是 你也都可以預見 是看到 是很看過氣的 會不會建制派之間 他爭這塊肥豬肉呢 就爭到頭髮壓力 你對我的黑材料 我捅你黑材料 這樣捅出來 就大家看戲了 剝花生 我覺得會有這樣的情況 會出現的 就是這個 就是 秀田沒有人家 就是現在 那些反對派 全部都抓了 坐牢了 其他傳媒控制住 誰出聲 上門敲門 你不要亂說話 我咬你啊 就是先抓你 不讓你保釋 拋你一年半左右 好像快必這樣 就是問你怕沒有 是不是 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請問這件事 為什麼不出來爭呢 沒可能 想到想到 當爭多足小的情況之下 當然是互相射箭 這個是中華傳統 我覺得是 反而我都要看一下 第二個題 李家超做了這個特首之後 大家要關注的一個問題 我看到昨天的報道 出來說 我們習大 習大大 他在一個內部的中常委 聽說拍桌子 震怒 什麼事這麼震怒呢 就說 這個 中央一定要堅持 要絕對清零政策 誰下面的基層 強硬執行中央這個政策的話 就等同於反黨 聽說這個報道 我看到 這個什麼情況 大有當年 反右前夕 甚至六十年代那些 徐四海運動 那些前奏 我相信這個什麼 條例下來了 包括聽我今天剛剛看到的新聞 胡春華把上說 堅持擁護中央 絕對清零政策 大家都看到的 清零政策對中國的經濟 造成幾大影響 今天全國 有三分之一的人口 因為清零政策 被關禁閉 是 上海這兩天呢 看到一個 廣達 廣達電廠 即是 生產這個 iPhone那個 機殼的 一間台商 台資企業 那些員工呢 已經在 已經在那個廠房那裡 關禁閉關了一個月 你真的在工廠那裡生產 生產 生產員就在工廠裡面分 那些員工頂不住了 造成一個輕微的衝突 和那些白衣公安 就是叫什麼 你叫什麼呢 白衛兵 這樣的衝突 如果這個 這個 這個什麼 動態清零 強烈的動態清零政策在大陸呢 就很容易激起民變 現在已經在醞釀著一個什麼民變 這樣的火種在裡面 因為你長期來說 你關 關 關 關禁閉 在一個什麼地方來講 是難免情緒會有影響的 難免的 你硬是很脾氣的人呢 你沒有適當的活動的話呢 你個人是自然會變得暴躁的 這個很難 很難 再加上 大家都知道 現在是五月 五六月這個 夏秋之交 就是這個春夏之交 很容易出事的 中國大陸有時候一些 善良的記憶也好 痛苦的記憶也好 一些觸動人心的回憶也好 就很容易 就是星星之火 拆一拆一拔 變成爆發的 會不會爆發呢 我暫時看不到 暫時看不到 但是呢 是這種極端清零政策 是令到開始有零星的反抗 零星的抵制 是已經很明顯出現了 那 我為什麼說要提醒 大家李家超做了之後呢 如果習近平 堅持這個動態清零政策 換句話說 未來的香港 起碼7月1號之後的香港 是極有可能會出現 類似今天上海的情況 就是一個地區 只有一個人發現陽星 就是整個區封了 香港 我一直說 香港是跟外面接觸的 外面已經是與病毒共存 那外國回來 就很容易 會傳染下來的 這樣 這樣很老實說 雖然香港現在聽聞 有些私底下醫生已經說 防疫專家 我在香港估計 三四百人已經染了 已經有天然抗體了 就算爆也不會很厲害 但是 中央的政策就是 只要有一個 就馬遂全部封 這個是死命令 你不聽話就叫反黨 反黨 反黨 是反革命的 就是這個違反國安法的 是百分百的 這件事情 就是要勾結外國勢力 香港很容易有外國勢力 香港跟外面接觸了這麼多 對不對 這樣 就是我看 我不是我看 我是比較常擔憂 就是以李家超這種什麼 yes man 這些什麼個性呢 他沒有可能會 不同意中央這樣去做 這樣在7月1號之後 換句話說 就是非常有可能 只要香港 一聲出現一兩件 一兩件的所謂的陽性個案出來 會不會好像上海那樣 一夜風 一頭半個月呢 會不會呢 那麼大家 真的一定要有這樣的心理準備 有這樣的心理準備 因為 因為習大大昨天報導就說 他前兩天宗常委員會拍桌 就是震懦這樣 那麼 這個情況是頗為 頗為令人 就是要注意一下 擔憂都擔憂不來了 就是要發生的始終會發生 第三樣大家要看的呢 就是說 那個 俄烏戰局 俄烏戰局影響之下 明天5月9號呢 5月9號呢 就說 外界盛傳 普京又重大宣佈 那可以怎樣宣佈呢 難道他說 這場戰要發動核戰 要跟歐盟宣戰 是不一定的 我現在也不敢 他說 這個俄烏戰爭已經取得 階段星星來 會全面撤軍 我也都不會 放心 這場戰爭 現在看的形勢會拖著 他說什麼呢 就明天才知道 就 但是 明顯看到呢 就現在歐美國 已經把那個重點 已經把歐盟宣戰爭的重點 放回亞洲這裏 就是拉回來亞洲這裏 因為 為什麼會這樣 唯一一個解釋呢 就是說 歐盟宣戰爭其實在歐美的領袖 政治領袖心中 已經知道結果 結果就是很肯定 一早就已經說了 俄羅斯已經是敗 只不過是什麼時候敗 普丁是注定敗的 什麼時候敗 怎麼去敗 他已經在想著 戰後怎麼重建 怎麼去收拾這個局 這樣 就看那個情況 為什麼說 或者會影響到香港 那 當這個外國 歐美之間的政治勢力 把重點擺回來亞洲的話 那 很多事情 都會產生了一種所謂的 藉口 被歐美之間做出一個制裁 制裁中國 而這個這樣的情況之下 香港會受影響的 是一定會受到影響的 因為先打經濟牌 先打經濟牌來 中國的經濟城市 北大廣深而已 現在加上香港 是不是 香港是首當其衝的 這件事情 加上李家超 他是一個沒有人出身 為什麼中央會選他 就是因為 可能他執行一些 中央正式 中央行一 他就一定行一 不敢行二 不敢搞對抗 就是 跟外國商會 一給壓力 你就馬上聽完外國商會的話 有你無你 就不管外國商會的事情 是直接堅持堅定不移 地刪行中央的政策 在這個什麼情況之下 香港受到衝擊可能會更加大的 可能更加大的 所以這件事情 反而我覺得是 對香港未來的經濟 反而我覺得是 有些擔憂的 有些擔憂的 大家有一定的心理準備先 希望它不要發生 但是發生了之後 大家又可以怎樣避 那個情況都要有些打算 嗯 盛雅哥 嗯 我查一查 我知道你很有緣和 你終於說 我就是喜歡 很懶惰的人了 你說的話 我就會躲起來 當然 是啊 是啊 我想問 講一個比較輕鬆的話題 先 你知道以前那個 楊振英就 689 689票 林鄭月娥就 777 嗯 這次李家超是99.1%的得票率 就是從中不大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差不多等下選舉這樣 是啊 然後我想問 1416 我知道石海哥對風水 這些是有些研究的 1416字面上說 有沒有一些什麼訊息 有 有研究的 因為昨天風水豪跟我講過 1416最主要這個 是什麼掛呢 這個掛呢 他那個掛呢 我不記得 總之這個 這個原機是什麼呢 他說 李家超對香港人 香港是好 還是不好 是取決於李家超 怎樣對待他的家人 如果李家超對待他的家人是好的話 那對香港是好的 對香港是好的 就是他的家庭 他的家庭 他怎樣對他的家庭 就等於他怎樣對香港 就是他為香港帶來什麼 又取決於他這個人 是怎樣對他的家庭 今天看他出來 就說他太太 不見到他兩個公子 他的太太 表面上挺恩愛啊 不錯啊 如果是這樣的話 又不算太差啊 又不算太差啊 是不是呢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這個 這個就取決於他 他怎樣對他的家庭 就是如果 但是呢 就很多警察 警察的家庭 大家都心照的啦 很多警察的家庭 但是呢 就看他呢 對他的家庭呢 就表面看來呢 就OK的 都還算OK的 那阿豐淑娥就說 如果是這樣 對香港也不算太差的 大家都可以找到一口吃的 那我就好老實講 就是但願如此 唯有就這樣去希望 一旦如此 但是香港我覺得 始終是一個福地來的 就是 好 也不會太好 因為可能運氣盡了 所以真的也不會太差的 真的不算太差的 但是呢 到後年 2024 交2025場 就是交夏元九運的話 就始終會有動漲的 就是全世界都會動的 就是你一交運那一年來講 就不是這麼好的 再加上 明年2324 就黑土仔又青龍月了 這樣就幾樣東西 那個波動呢 就會隨之而來 那 相信就沒有以前 那樣十幾二十年 這十幾二十年這樣 就是賺大錢 賺得這麼順 這麼容易 就沒有這支歌仔唱的了 有難度的了 有難度的了 但是 正如我剛才所說的 就李家超去選一個班底 選一個班底究竟是什麼人 我們再做一個判斷 就現在言之過早 但是有件事大家要留意的 就是什麼呢 就說 無論他的班底怎麼選 我下意識覺得 這個所謂的特區政府的班底 都還是以香港人為主的 這個班底 我相信已經是水味了 相信是水味了 我相信在下一任 或者下一任 就慢慢會太舊 退舊 立新 那些人 會有一些 中國色彩濃厚的人 譬如 譬如 廣州來到香港 五九七年 那些什麼人 北方來香港五九七年 那些人 直接進去 行政局 立法局局長 政策的單位 都會由那些人去取代 土生的香港人 都會 因為大家都看到的 李家超這個班底 就有多少AO還可以留下 傳統的AO還可以留下 你就基本上可以判斷到 下一屆、下一屆 還有多少 就是所謂的 香港式的文官系統 的人上去呢 你可以看到的 這件事可以看到的 這一屆 因為為什麼 小哥你猜什麼 幾個人優天 那麼香港一國兩制 我少少說 因為大家記不記得 我差不多三四個月前 在你這個節目裡都講過 我說 現在習近平 或者廣播辦 陸惠寧 他們是北方人 就是現在香港呢 這幾年 尤其是2019年之後呢 就很多北方人的思維方式 就強加了來南方 因為南方人的主事方式 和北方人是不同的 那麼 他們北方人比較上標看一些 強看一些 我說了這樣就要這樣 就是南方人就靈活很多 難聽一點叫做古惑點 那麼 在這個什麼磨擦之下呢 那麼北方人他們處於事方法呢 就 你不聽了 你不聽了 就全部換了 全部換了 換了 聽過些人的說話 但是在這個換的過程裡面 由於跟原先的文化呢 不相同 就一定會有很長時間的磨合了 很長時間的磨合了 再加上香港的複雜因素 就是還有一個殖民地的 以前的港英事件 自己的因素 在裡面 那麼這個磨合期呢 相信會更長 更長 所以 很多事情就不可能再像以前的角度去看 在這裡 所以 看來 又會就很難過 走 你 看來